近年来由于政府观光政策性推动, 迫使马家乡面对游客爆量增加的同时, 如何培养足够的马家乡, 导览检缩人才与游城规划人才, 正是大人科技大学观光事业系, 与马家乡公所本次计划, 细所合作努力的目标。 因此在今年2月1号到2月6号为期四天, 在马家乡公所二楼会议室, 举办107年马家乡在地杂根, 导览解说人才培训进阶班的课程, 其主要目的是提升马家乡在地族人观光导览进阶能力, 与游城规划实作能力与技巧, 迎合21世纪消费者多元旅游需求。 那么进阶班是我们的主要重点是希望导览解说人员, 就是参加初阶的导览解说人员, 或者是有兴趣而且在别的单位有接受过导览解说人员, 目前实际上在用作的这些人员是我们今年度进阶班所招生的人员, 上进阶班的网友人数总共有31位, 游城规划的培训课程里面真正能够接受我们挑战的人数, 到今天会帮发结业证书, 有18位拿到结业证书, 然后呢有18位通过认证。 本次培训对象依序为, 以取得导览解说相关课程结训, 或有实际带团经验者, 涉及马家乡乡名, 是报名情形开放有意投入本乡, 导览解说服务团队者参加, 预期招募25位学员, 但课程推出后受到马家乡族人热烈的回响, 报名人数达到31位, 显示马家乡族人对在地观光产业, 专业性的提升需求。 今年我们要继续办进阶的研习, 最主要就是因为, 他们自己也认为, 自己的所学还不够不足, 所以他们是希望说再更进一阶的, 例如我们在一厢一产业, 我们推的是红礼, 可是许多的我们的导览解说人员, 对红礼目前的产业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, 未来的发展前途在哪里, 他们并不是很了解。 其次,我们相公所是打算在最近, 可能是在半年后, 我们在原来的平35线, 也就是从里那里一直到旧马家, 再延伸到旧法湾, 这个是我们要把它整修, 然后变成国内最有潜力的生态旅游的一个路线。 这一条路线是我们马家向未来的命脉。 最后通过严峻培训28小时进阶课程, 以及认证考验机制的学员有18位, 可见得这次进阶班的坚持, 专业品质把关是值得信赖。 所有的学员们在这次的进阶当中, 大家会很辛苦, 但是这也是提升我们自己能力最好的方式。 我们油层规划里面, 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个价格的分析跟产品特色。 所以我就没有在这一个马家乡的志愿盘点完以后, 特色先把它融缩进来, 包括我们的艺术, 包括我们的龙特产, 包括我们的民宿, 包括我们的剥落的一些歌舞的表演, 就能够把它结合起来, 变成一个两天一夜, 一夜游,半日游, 这样子最主要是第一个就是交通, 交通能够从高铁, 屏东的火车站, 然后加上客运, 来到我们这一个马家乡的这个集合点, 比如说我们迪拉里的这个新部落这个地方, 普库斯, 然后结合下来交通解决以后第二个就是有住宿, 那住宿里面我们有接待家庭, 然后两人一室, 四人一室, 然后价格是多少,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餐饮, 那餐饮特色就是很重要, 也是客人最喜欢的, 那我们的延期早餐, 我们的丰富的风味, 这个晚餐, 然后再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门票, 那所谓的门票就是我们盐香, 盐住民或流离吊桥, 或者是我们的DIY, 这些汇用都是我们要估算下来, 然后第五项里面就是我们要是算说这个保险, 那保险的话汇用多少, 因为理由总是安检第一, 最后面是一些杂项, 所谓的杂项就是进来以后有一些, 我们要送给他的地厌吗, 这些六大项的元素加起来, 我们把我们的汇用结合起来以后, 然后就算每个人多少, 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把每个人汇用多少, 然后我们就成本分析完以后, 就要把它变成一张, 只要实际的变成在市场能够换售, 然后必须要做一张DM, 然后这DM就是让客人有我们俗称叫做致命的吸引力, 然后我们在马家乡有什么特色, 比如说马家乡来这边土芒果, 品尝土芒果五大补作, 那很多人觉得没什么, 可是我们没有尝试过的人, 他就是很有特色的, 在这个这一次在地杂根的阶段就是进节班, 更增进了我们对这个有关导览的, 或者是导游的规划, 不论就是在出团看什么一些导览的解说, 或者是游城的规划步骤, 产业的体验的设计, 很多种包括固价, 包括旅游的规划, 当然这是在进阶班, 都非常的对我们有这个帮助, 2月6号下午在马家乡公所办理隆重的综合座谈及结业室, 综合座谈使学员们真诚表达对马家乡公所与大人科技大学合作办理, 导览解说进阶班课程的感谢, 让他们收获良多并提升个人游城规划设计能力及技巧, 也建议下是能持续办理导游证照办, 当下梁乡长答应学员需求负责争取经费开办。 同时大人科技大学王俊发校长也回应乐意与马家乡公所, 持续合作开办导游证照办理, 那其实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有心是第一步, 那第二步就是你有没有知识, 有没有智慧, 有没有专业, 还有没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心胸, 就是办理这个产业就是要成功了, 我觉得第一就是心胸一定要开放来打。 结业四十马家乡梁乡长, 高度的肯定学员们这次的学习态度, 也特别感谢大人科技大学王俊发校长团队对原乡的支持及协助, 大人科技大学王俊发校长致辞的时候, 也表示愿意全力协助马家乡, 提供超强的师资阵容持续召开, 观光产业人才的相关培训办, 以加速马家乡产业国际化, 提升国家竞争力, 开发创新领先地位与商机, 最后在承办单位大人科技大学王校长颁发学员研习证书, 主办单位梁乡长颁发学员油城规划人员认证及格证书, 协办单位高雄市文化艺术创意发展协会, 曾经理颁发学员全勤奖等, 欢乐气氛下圆满结束, 大人科技大学从原乡开办观光产业人才, 相关培训课程以来, 七校深厚参训学员一致的肯定, 因此马家乡梁乡长齐名学员们, 进阶班结训后能发挥所学, 把马家乡地方区特资资源与观光结合, 并进一步马家乡的观光产业推向国际舞台。 记者陈德山屏东报导